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板蓝 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那么刚才呢 这个中国队啊 是这个晋级了啊 是这个新加坡啊 坡线的这个帮忙啊 进了泰国一个球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中国啊就 1比1踢平泰国 0比1输给韩国以后 就这么晋级了 然后18个队伍啊 分为这个三个组 前两名出现 那么亚洲一共是六个名额了 那么中国足球呢 踢到这个样子 其实足球是一个国力啊 不说一个国力 足球是一个国家 精神面貌的最好体现 不是说你拿不拿冠军啊 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说 跟你长期的这个训练 各方面是有关系的 但你在赛党上面那种拼搏 和那种团结 和那种展现男人的那种攻击性 这个确实是我们所或缺的 尤其是我们的足球队员 或缺的这些东西 就是没有什么斗志 明白吧 当然了 这场球踢的还是可以辩证的嘛 早该这样踢的 所以说我们中国足球 我说实话要搞好 其实很简单的 不要让那些外行来领导内行 弄那些官 像排炮一样的一个一个排过来 你像这个程序员 码头上面调度集中箱的 你说他来搞足球 那不是笑话吗 很多人 你像那个 以前派那个蒋超良 到湖北去当地方大员 他一个他妈的搞银行里面 放贷款的 放贷收贷的 你让他去当省委书记 他能当得好吗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就是这种 这种油腻的 这种官位太重了 对吧 太在乎个人权利了 所以说 我们的对外也是这样子 浪人无语 你像这个荷兰都开个军舰 到上海的外海 在这里来放直升机 对吧 他怎么不敢在俄罗斯家门口 随便的去放直升机 中国是个大国 军政大国 军事大国 但是现在 连越南 都要来给你老逼了 越南国家主席 呼吁北京妥善处理海洋争端 尊重他国的仪 越南国家主席苏林 周二 向中国驻河内大使熊波表示 希望中方能够妥善处理海洋争端 并尊重各国利益 越南和中国即使邻国 也是共产党国家 双方有着长期而复杂的历史 双方为了经济和政治利益 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友好关系 尽量不触碰双方世界的海洋主权纠纷 越南官媒粤通社 周二通报说 苏林在这次会见中表示 双方应该尊重彼此的正当利益 积极寻求符合1982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 国际法的妥当处理措施 苏林还强调 双方需认真落实各国高层共识 更好管控和解决海上分歧 上周四 越南外交部表示 对中国科考传在越南经济专注区内的活动 深感不安 苏林在周二表示 发现对话友好 国际法关系 依然是越南对话关系的头领优先 今年12月 中国国外主席习近平访问了河内 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定 也就是说越南 就是你中国今天你不去触碰 你不去触碰 这个跟越南的这个海上争端 你想搁置争议 但人家越南给你蹬鼻子上脸 他主动召集你的大使雄波 跟你讲 你要妥善处理好海上的争端 大家有的共同利益 中国是我们优先头等的方向 优先头等的方向 就拿捏你北京了 因为你北京不想跟越南 发生什么武装冲突 这里要稳定 他就照着你这个稳定 给你蹬鼻子上脸 他要把霸占西沙和部分南沙岛礁 作为一个继承事实 你中国跟菲律宾在这个地方 斗得不可开交 还一天到晚安排什么菲律宾 到什么仁爱交 作战军街上面去 什么运捕 这种蠢驴式事情的背景之下 越南已经悄悄的在南海 吹沙造到270公顷 飞机场跑道 什么这个酒店什么都开了 接下来就搞越南人过来观光 越南普通老百姓在这里观光 你跟我来搞什么军事斗而征 你们再向平民杀手 所以我就搞不懂 我们的共和国 我们伟大的共和国 为什么炮管子好像像牙伙了 那个那个那个引线都出问题了 对是我们能够谈尽量谈 但有些问题不是说谈判 能够去去解决的 对吧 你比如说像这个南海这件事情 你已经一开始就让别人 给你套了个牛逼环 牵着让你牵着鼻子让你走了 如果你一开始就来一场 爆发一场激烈的武装冲突 他们就不敢在这里老逼 当年越南停止 就是这个西沙海战 停止像南海岛礁 上面去这个霸占 非法侵占 就是因为你打了他 我们不能说 意味着说要求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 而总是我们自己在这里受伤 你说越南他他妈的在海上 他弄那些东西 吹沙造岛 那么像什么话 270公顷被他给霸占了 吹出来的沙造出来的岛 我们当年原来南海有11段线的 那我们现在才弄了什么9段线 对吧 你广西跟越南那边的交界处 直接就让给越南了 咱们可真大方 那他越南后来来报答你中共什么 报答个屁 人家直接就是要把广东 广西 海南都给他吞并掉 形成大越南主义 这个狼子野心 他说广东广西都属于东南亚 还要把云南也给他吞并掉 把老挝 柬埔寨都吞并掉 形成大越南国 对吧 所以说你想想看 这些领土 为什么一个大国总是敢被人家挑衅 我说实话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觉得脸上很没有面子 我们到东南亚去 别人把我们他妈萝卜不萝卜不当菜的 知道吧 对不对 你这些问题就他妈的干出去 你用那么多先进武器干嘛的 和平不是谈判谈出来的 你一个大国去跟他们谈个软 菲律宾你跟他谈 谈了这么久 他现在说变脸就变脸 每天都在你鼻孔里面 拿棉花帮他捅你鼻耳的 难受不 这是个道理吧 你跟台湾 天天老鼻的要死 你早把他收掉 搞什么这种军演 搞来搞去 有什么意思 就是好像就是 老师这个力量是放不出来 是放不出来一样的 对吧 人家越南现在来跟你来谈 他妈领土问题 叫你他妈北京 他妈老实一点 你要尊重各位的海洋权益 他越南根本就不是 跟你中国来什么合作的 摆出什么要叫你建铁路啊 什么什么的 说的他妈道好听 当然这一点北京也看得很清楚 也没有去跟他建什么铁路 帮他他妈的制造他妈的这个国力 越南也很清楚 对吧 像我昨天讲的 富士康到越南去 他妈被拉扎限电 原因是什么 越南的民用电不够了 你不可能老是满足你工业用电的 民用电都不够了 民用电不够的原因是什么 对吧 中国就是不让越南搞这个发电 大家说句实在话 关系就是这么的微妙 和大家的商务之间猜疑心很重的 越南虽然说现在在清理这个清美派 但是他就像这个朝鲜一样的 他清理这些清美派 但是他也不清理你中国呀 他对你也是防范的 对你也是防备的呀 对不对 我们一天到晚极力的避免和越南发生海洋领土争端 搁置争议 他霸占我们的岛 我们夹得紧紧的啊 不跟他们去多啰嗦 但是现在人家来反而来他妈蹬鼻子上你的脸了 对不对 然后印度的莫迪也说了 我们跟中国上来以后 新政府上来就是跟中国来谈边境的 对吧 你在这个中印边境线上面到现在为止 弄出来个什么个什么个结果 是把以前的土地给藏难给他收复了 当年也是 在拉达克那边我们有一块飞地 我们也直接因为跟巴基斯坦友好 直接把飞地直接给了巴基斯坦 我觉得我们怎么老是都在这里 好像在割地赔款一样的 怎么形成这种思维定势了 非常的啊 让人觉得啊 这个这个这个政策是有有待遇加强的 对不对 啊 很多的这些领土的这些争端 我们总是好像要 就避免用兵 你干仗你就干 干了那就怎么样 越南这种国家 你要真正的要让他扶你 要把他纳入这个这个板块 他曾经就是这个焦吃郡 焦州 对吧 越想让越南听话很简单 你就跟他干一仗 把他所有霸占的南海岛教 全部给他夺回来 然后在越南发动军事政变 直接扶植你的代理人上去 就像当年扶植这个胡志明一样的 胡志明就是在广 广东这个地方加入这个共产党的 他在广东这边起的家 由毛泽东扶植他为 扶植他成为越南的国家领导人的 啊 对吧 你要再扶植一个另外一个胡志明上去 那越共就百分之百听你了 对吧 啊 所以说这一点 老兵就说过 这个领土问题没有什么小事情 你越这样子搞 越人家越他妈的把你萝卜萝卜当菜 把你当港软处理 啊 然后还跟你老鼻息息的 叫你他妈的当心意义一点 外部威胁更加突出 小马克思称必须为发生不测时间做好准备 啊 这边呢 小马克思也来了 啊 跟这个越南双打中国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小马克思 星期一 6月10对部队冠兵表示 由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紧张局势加剧 外部威胁跟他突出 菲律宾应该为任何可能的突发事件做好准备 菲律宾总统府周二 6月11日公布了 小马克思前天在菲律宾 伊沙贝拉省军营的讲话内容 伊沙贝拉省军营的讲话内容 伊沙贝拉省军营对士兵发表演讲时表示 菲律宾临近于台湾 实际称为中国的国家利益范围 伊沙贝拉省为菲律宾北部与台海 与台湾隔海相望 而北京将其不曾统治过的民主阵体 台湾视为中国自己的领土 小马克思周一对菲律宾军队表示 外部威胁现在变得更加突出 更加令人担忧 这就是我们必须做好准备的原因 那就是向尔达战争总动员令了 做好战争准备 还是要做好什么准备 小马克思表示 菲律宾并未试图重新夸定 包括其传统经济区 在内的主权领土将近 菲律宾致力于保卫自身安全 同时也展开外交 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 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置评请求 一天到晚就是 这些路透社一天到晚就是吃饱吊事 没吃干 一天到晚就 你看中国你回应一下 小马克思说他要 他要这个 做好位置突发准备 好像要跟你来干仗了 你发表个评论 你也发表不出来啥评论 人家现在菲律宾在国内 拿了这个 是这样子拿的冲锋枪 不是背在身上 是这样子拿的冲锋枪 这只手拿的枪 叫中国人把护照拿出来 把你证件拿出来看一下 就是这样来 那个枪就架在这个地方 他是想干什么 对不对 在南海的仁爱礁上面 他妈逼他的军联军 敢拿枪指着他妈解放军 指着中国海警 这是想干什么 都太老逼了 赶紧爆发吧 最高领导人 赶紧爆发 爆发出来 赶紧把他们都给他平了 对不对 这些个软逼国家 老逼什么老逼 我真有点搞不明白 对吧 所以说你要立位 就像踢这个中国足球一样的 对吧 你看那个场上那个腔调 像是有斗志的那种感觉吧 对吧 一个一个的 然后弄过来的这种中国足球 这种领导 全他妈这种官 全都弄点油腻的官过来 往那里一坐 干什么呢 外行领导内行 那一个个又不是踢足球起家的 人家他妈的 这个欧洲哪里的这些足连主席 全都是要踢过足球的 那才可以 我们要干专业的事情 不要老是不干专业的事情 什么岗位就要有什么样的人 不是说这个人是你的马仔 你就把它弄过去管 对吧 然后你踢个泰国 他妈的还能踢个一比一 那人家自不把你当回四 你足球这个东西重要吧 也是蛮重要的 就是你在亚洲 在东亚这边你要称霸 在这里你踢个日本 韩恩国 大家能踢个势均力敌 或者能击败他们 踢东南亚这些国家 随随便便踢 那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 但你现在连退落到这种地步了 对吧 那你这个叫踢的 叫哪门子球 对吧 一天到晚 这个就是展现出你中国的一个综合精神面貌的一个最佳状 最佳时刻 你这个国家的精神面貌状态怎么样的 就像这个中国族就男族踢的这个一样的 就是这样子的 人家那妈的河南的军舰在上海的外海这边 给你来起降 来给你颜色 这都是想要干嘛 是不是 真的 炮管子要打出去了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观看